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你好 慧玲你好 其实最近的社会情况 真的很可以印证这几句话 抗议歌曲最近在 不管是香港还是台湾 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抗议歌曲 其实蛮有意思的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说法 说艺术归艺术 政治归政治什么的 或者以前我们会看到一些 这个歌星啊 记者去问他们关于社会事件 他说那个我们不懂了 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歌唱好就好了 政治力不要介入啊 但是这几年状况不太一样 这几年不太一样 以前我们会习惯看到 一种是刚刚讲到这种 另外一种就是 有一种比较虚无的愤怒 就是哎呀都一样烂啦 政治人物都很龌龊啦 政治就是很肮脏啦 什么的 但我们会发现 这几年状况有改变了 台湾的尤其是年轻一代的 这些创作者 不只是音乐人 对 艺术家搞剧场的啊 搞影像的啊 他们都开始更积极地在作品里面去反映 或者甚至直接介入这个时代很多的事情 对 音乐人跟这个社会的现实议题之间的结合 也不是这几年才有的 其实早就有了 远的像三十多年前 罗大佑就已经在他的歌里面尝试要去描写这个时代的很多有趣的风景 他会去写现象七十二遍 这种有点诙谐的 但是是很尖锐的歌 他会写亚细亚的孤儿 这种史诗式的反映国族命运的作品 我觉得罗大佑当年就算是替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 原来歌可以这样唱 但他其实当年很多人说罗大佑是抗议歌手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他自己也没有承认过 其实他就是把他想到的 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唱出来 那那个年代 像戒严的时代 党外的聚会 大家就会在聚会场合唱歌 但那个时候唱 你说是抗议歌曲吗 好像也不见得 因为他们那时候最常唱的歌是 《望你早归》 《黄昏的故乡》 《黄昏的故乡》 《不破王》《望春风》 那可能比较像是一种凝聚大家的感情 这些歌当年创作的时候 未必有那么强的政治的企图心 但是放在那样的场合唱 他就变成一种寄托嘛 所以也连带那些歌 居然也都被查禁了 那个年代很多荒唐的事情 真正为了运动场合创作的 所谓的抗议歌曲 在台湾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晚了 可以追溯的 应该是哪一首的 第一张真正的台湾的抗议歌曲的专辑 恐怕是到后解岩时代 朱约信 他的那一张 猪头皮的那一张 他还不叫猪头皮的时候 他在水晶唱片出过一张现场作品 那里面真的都是不折不扣的抗议歌曲 他把那个很悲情的望春风捕破亡 那个是他后来在板德那张盒子 是在板德更后面的 万花不业 那是更后来 但他在水晶的第一张全部是木吉他 500帮他弹电吉他 有个老外叫夏保罗帮他吹高音萨斯丰 他们干出一张讲军性教官退出校园 讲环保 讲政治体制 讲政治犯 整张专辑是非常麻辣汤的主题 这张专辑现在还买得到吗 这张专辑现在应该市面上找不到 也许要去二手市场 可能 但是网路上也许可以找到其中一部分的内容 在这之前像杨祖军 杨祖军老师他曾经在党外竞选的时代 自己做过那种党外竞选的录音带 对 卡带 《压不扁的玫瑰》 里面有唱李双泽的作品 有他自己写的歌 但我觉得你真的说那是抗议歌曲吗 那个整个的情境 那是一个党外运动的政治运动的情境 但是那些歌也不全然是抗议歌曲 有的歌比较像像《台湾知乎哲野》 那个比较像是抗议歌曲 但也不一定 你说《美丽岛》是不是抗议歌曲 好像是后来在类似的场合里面 大家会传唱传唱之后就 他其实一开始诞生应该也不是为了这个原因 是啊 李双泽跟梁锦峰当年写这个歌 他们 你说他完全没有政治上的企图也未必 但是那个政治是更广义的 他并不是为了某个运动某个事件而服务的 那是一个其实蛮温暖的歌 只是后来因为他变成了党外杂志的名字 他变成了后来又有了《美丽岛事件》 所以这首歌的命运就跟整个抗争的历史 换绑在一起了 你的歌也被禁了 然后就变成一个地下流传的歌 对 所以说起来都是蛮曲折的 这些歌创作的初衷未必是为了这个 对 但后来因为历史的事件 它变成了跟这些事情整个纠缠在一块 所以这些真的都很印证你刚刚一开始说的 音乐跟政治有没有关系 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千丝万缕的 文化上背景的关系 有时候其实只是歌手想要唱自己的歌 他的心声 然后他在那样子的时代洪流底下 就是很真实反映这个社会现况 对 因为政治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音乐人他在这个社会生活 他也是一个公民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更广一点的角度 去看这个事 就是未必说你一定要写到政治才是政治 你刻意地回避它也是政治 你刻意在一个乱世 硬要去弄出歌舞生平的样子 为那些我们看不起的人涂脂抹粉 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政治的 没错 我觉得岛屿天光是这样的一首作品 它应该也是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首在台湾全唱的这么广的抗议歌曲 我想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这首歌现在根本连CD都还没发 对 我相信它已经是很多年轻人 2014年的年度歌曲了 是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